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不…鬼… 第一集見…怪… 在香港還有很多舊樓、舊的大型屋邨 這些舊的建築在以前都是較為開放的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導致很多一心沉死的人 都會去到這些樓宇 跳樓自殺 在我小時候 我住在一個大型的公務員宿舍 這個公務員宿舍 也是屬於半開放式的建築物 樓高十二層 但是電梯只是由地上直上到八樓 而且還經常壞 另外 由於我住的地方有十二層樓這麼高 所以也是一個熱門的跳樓自殺地方 那一年 我七歲 七歲的哥哥 經常背著四歲的弟弟 在宿舍倒處玩 而我們最喜歡的娛樂 就是坐電梯上八樓 再在八樓走上十二樓天台 特別是我 特別是我 不知為何 很喜歡在電梯裏面那種壓迫感 還有 就會期待 電梯故障的一種感覺 至於弟弟 他最喜歡我揹著他 他最喜歡我揹著他 還有放在我的背部 不停地發問 所以去什麼地方 他都無所謂 四哥 剛才電梯門開的時候 你跟誰說謝你 這個大人 他樣子好像八樓阿祥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他爸爸 是嗎 應該我看不到的 自從那天開始連續兩天 那個我認為是阿祥爸爸的人 來不來就出現在我眼前 或者電梯裏面 每當我看著他的時候 他都會靜靜地回望我一下 然後抬起頭 不知道他在看哪裡 那一天的黃昏 我騎著一輛兩個座位的三輪單車仔 載著弟弟在空曠的小馬路 向著電梯方向踩過去 那個人 再次無聲無聲地在我面前出現 而且還擋住我們 四哥 為什麼不踩 我要去電梯那裡 坐在三輪車後座的弟弟是這麼說 我抬頭看著那個 背著我們抬起頭 不知道看去哪裡 我認為是阿祥爸爸的人 請你借給我 請你借給我 就在我男人前面沒有多遠的地下 在坦斯基階上 慢慢擴散 四哥 為什麼阿祥放在地下 我的視線 還放在地下的阿祥 慢慢移動到 逐漸走遠那個男人的背影 和他身後另一個阿祥 看著他們消失之後 我很疑惑地 再看著伏在地上那個阿祥 他的一雙眼 靜靜地 靜靜地 看著我 這一次 是我第一次 看到人的屍體的經驗 在我七歲的時候 看著我 你 我 烈 你 我